《扩大交流合作,共同振兴中华》 是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主题 在本届论坛的开幕式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于正生 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博雄分别发表演讲 来看报道 这里是中国广西南宁立元山砖国际会议厅 第九届文化经贸文论坛将此举行 本届论坛将围绕两岸经济科技合作 文化产业合作、教育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探讨 于正生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 他说过去五年多来两岸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深化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 努力拓展新局面、开辟新前景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 造福两岸同胞、造福中华民族 于正生就扩大和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提出四点意见 一是加强两岸科技交流合作 蓄金民族振兴的创新动能 二是深化两岸经济交流合作 夯实民族振兴的经济基础 三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凝聚民族振兴的精神力量 四是密切两岸教育交流合作 培育民族振兴的人才资源 吴伯雄在演讲中阐述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科技合作和文化教育交流的意见 他表示论坛创办以来达成的多项重大结论与共识 使两岸人民获得极大福祉 要继续增进两岸政治互信 推动两岸关系大迈进 希望两岸双发共同努力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写下更辉煌的历史篇章 中共中央党办主任张志军表示 本届论坛旨在扩大深化两岸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实现两岸共同发展繁荣 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林峰正宣读了中国共产党荣誉主席连战的贺词 连战表示 本届论坛的主题已经为两岸下阶段合作领域指出了方向 展望未来我们要发挥中华民族智慧 发展更具建设性的两岸关系 互利融合振兴中华 开创中华民族辉煌的新时代 本台台长何江先生应邀出席了本次论坛开幕式 并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 本届论坛与会人士将在两天会期里 围绕推进两岸经济科技合作 加强两岸文化产业合作 深化两岸教育交流合作三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国共两党及台湾亲民党 新党 五党团结联盟等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士 两岸有关部门和经济 科技文化教育界代表人士 专家学者共三百五十多人出席 我们看到我们中华文化的精深博大 同时慢慢地带领着我们民众到大陆来投资 来发展 甚至很多来定居 所以这方面是非常有意义的 尤其是在两岸民间在推进文化产业合作发展方面的态度非常积极 因此在两岸的文化产业合作发展过程中间 有许多制度性的障碍需要进一步突破 并且形成一种新的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发展交流的机制和制度 东盟卫视MGTV记者周小贤 中国广西南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